日本海啸灾难之后 洛杉矶当代艺术学会会长张泽川发起 《艺术家爱心振灾依迈》活动 并将于7月11日在洛杉矶举办一场 《艺术家振灾依迈》会 并为此正在创建一个专门的日本振灾艺术网站 艺术活动的主题是 对人类生命价值和地球灾难的反思 《艺术》活动将由美国、日本、中国的艺术家参与 全美税务会计师事务所将负责全部的有关会计事务 并将赈灾所得全部捐赠日本 这次针对日本311海啸和和谐的问题 我们做一个发起的倡导艺术家来 共同地把他们的画作拿来 我们的艺术和赈灾活动 那我们的主题是对人类的价值以及地球危机和灾难的一个反思 那这次的话通过这个主题 我们可以让人们更加认识到 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能力是非常的渺小 同时呢也是我们也通过活动呢 大家的爱心的捐助 也让日本民众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这个人们的一方有难 瓦皇之源的这种温暖